在台南各個地方我們都有辦理相關的講座工作坊 相信大家都有參與到 也如同葉副市長所說的 就是很多民眾因為我們的南英國際民族藝術界 參加了好多次 可能不僅是在主會場 也在台南各個地方都參加到 也讓各個國家的風俗民情 我們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文化 還有他們的舞蹈 他們的音樂 接下來要為大家介紹的一環是來自 智力 這個地方它是麥伊瓦舞團 也非常特別 他們從1980年以來都一直致力於 研究拉帕努伊島的音樂還有舞蹈 相信很多人應該可能跟我一樣 之前沒有接觸過 但今天我們非常幸運 在台南市政府文化局的大力推廣 就是大力籌辦之下 我們可以在台南這個地方 看到遠從智力來的麥伊瓦舞團帶來的表演 他們研究的舞蹈和音樂 從示範和解說的角度 讓拉帕努伊島的歷史還有傳說 與時並進給更多人知道 他們的團員都是土生土長的智力人 從小呢也都對我們拉帕努伊島的音樂 還有舞蹈深深著迷著 而且他們充滿敬意 所以今天我們都可以透過他們的表演 他們的演出可以看到 這也是呢 麥伊瓦舞團移稱的由來 他們是來自於拉帕努伊島 意思呢 是指來自大陸 大家可以仔細聽 等等有可能會變成我們的題目 如果常常來的朋友們可能會知道 他們對於文化遺產呢 有非常多的尊重跟傳承 當然我們拉帕努伊的音樂還有舞蹈呢 深刻體現了島上的玻利尼西亞的遺產 同時呢也融入了當代藝術的影響 那傳統的拉帕努伊音樂節呢 節奏是非常強勁的 但是他的聲調是非常和諧 會使用鼓啊 或是馬的骨頭 然後石頭等古老的樂器來進行演奏 他們的舞蹈呢 除了是拉帕努伊的文化 他們的儀式或慶祝的活動 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舞者呢會非常專業的 透過非常富有表現力的舞姿 還有顏色鮮豔的服裝 來模仿像是海浪啊 鳥類啊一些姿勢優美的動作 來講述一些故事 當然等一下小朋友可能會非常喜歡 他們有頭上會帶著羽毛的裝飾 來還有精緻的服裝 來象徵身體的彩繪 為表演呢增添視覺上面豐富的層次 再度感謝大家加入我們2024南營國際民俗藝術節 今天是我們的趙鋒國企業之夜 非常感謝我們主辦單位 趙鋒銀行的大力支持 在台上準備的是來自我們智利的麥伊娃舞團 我們再度掌聲歡迎智利的麥伊娃舞團 感謝 感謝 謝謝 頭髮完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